成功国小足球队虽然成立时间不长 但是成绩相当优秀 也吸引不少学生希望加入 因此学校利用暑假开办足球娱乐营 挖掘又潜力的足球扫帐 大太阳下每个孩子却玩得相当开心 成功国小利用暑假开办足球娱乐营 一方面让孩子对足球产生兴趣 同时也能替球队挖掘潜力球员 我们就运用这暑期期间 然后招募一些学生 让他们尝试喜欢足球 然后用快乐 我们最简单的是要他们快乐 然后健康安全 然后带一些游戏 然后让他们可以很开心的玩足球 当中我们教练在抽取几个 比较有潜力的球员 然后看可不可以以后 就是来加入我们的球队 虽然学校的足球队成立的时间不长 但是在不少比赛中都获得优异的成绩 也吸引不少学生的注意 想要感受一下足球的魅力 会希望说上完这个暑假的课程可以学到什么 可以学到很多以后可以教我弟弟 那你会想要 因为学校不是有足球校对吗 会希望被教练选中吗 希望 学校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各项体育活动的发展 每年利用暑假开办多元的课程 积极寻求包括校友、校内老师以及其他的资源 以最有限的经费规划最丰富的活动 记者沈志永林瑾瑜卢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